嘿,好 歡迎來了 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你一定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臭宅 一個矮子 還有一個矮子臭宅 會在郊區拍影片呢? 這件事情 我們要從幾週前開始說起 OK,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 決定一下我們的 咖啡 碗要 要用 好的,因為施工的聲音太吵了 所以呢 我就在這邊簡短說一下 在決定了咖啡店的店名 要叫瑪菲了以後 大家有了不一樣的主張 決定要養各種馬 分別是落馬 草泥馬 一般的馬 還有斑馬 而大家最後指定要用猜拳 來決定 誰的 克略要被採用 所以在經過一陣激烈的猜拳以後 我們有了獲勝者 在決定要養一般的馬以後 我們正在思考要去哪裡養馬 接著 我們就將矛頭指向了林原 剛好 我們這組 當中 有人認識 住在林原當地的學生們 於是 我們就 我們今天請到了 道地的林原人 然後我們現在要 問他們關於一些 林原的問題 然後 請問你們 怎麼形容你們自己的 家鄉林原 我們進去 我們進去 那我的話就是 介於小吃的 那麽 假如說那附近的商店 有說有沒有 什麼咖啡店 或是 什麼特殊的店 都是蠻不同的 比如說 對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多那支 對啊 兩支類的 也是 搞小時候 神學院 一定開的那種東西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我們開了 哦 所以 沒有那種 獨自來開 基本上 算把市場 好 那麼 那麼 假如說啦 在林原開一間 以麻為主題的 咖啡店 好 你們覺得 太對 不過我覺得主要是有 糖 糖 有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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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在山上 那邊有一個山 那邊 那邊 那邊有一個山 我以為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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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是 靠山靠好 但是 對 就是 青春 那邊 青春 那邊 下一個 就是一個 蠻美歐的事 所以 你們 你們說的 那個 素食店 像是麥當勞 它不是24小時拍 這件事情是 真的 然後在裡面是 事件發生 就是 對 就是它 我通常說工作12年 然後 它就是 弄完之後 5點 就是 0時5點 才開 所以 中間那段時間 它是沒有 全部休息 就是 關掉 他們有其中一位受訪者 是 林園大地主的女兒 而在採訪結束前 我曾 三度暗示我喜歡她 但是她看起來沒有要跟我結婚的意思 所以 我們並沒有省下了地產費 在經過一陣激烈的討論以後 綜合以上資訊 我們 我們決定到林園實地考察 趕快走一走一走 好 歡迎來到 今天是 那個 馬飛 馬飛考察 馬飛實地考察 看上去 第一集 也是最後一集 然後呢 這就是我們 聽得到嗎 聽不到 因為車子的聲音太吵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配音的了 插飛鏈的話 我們等一下 簡單再仔細看一下 看能不能搬出去或什麼的 聲明本影片在拍攝及製作師 並沒有任何違法及搬獎等行為 請安心使用 對 然後 然後我們在做報告 最後一半可能說不定就會被抓走這樣 好 那我們 那我們先 先關 我們現在到了對面 然後呢 呃 這裡看起來 這裡肯定 肯定非常適合 適合讓人來喝咖啡的 可以養馬 對啊 因為 一定會有人想要來我們這邊 喝咖啡的 欸這都批掉欸 好 OK 所以呢 就這樣看的話 後面這邊 是我們的那個 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咖啡店 這東西 我們可以 可以譬如說 偷看一下裡面的什麼東西嗎 呃裡面 看起來 看起來很大 呃 這種時候 這種東西 到時候 就真的可以跟別人說 我們咖啡店蠻大的 這樣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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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裡面 裡面 呃 都是草地啊 等一下 這樣子我們 我們在那個 開始前我們就可以 我們在 開店員隊 這樣就可以 可以養馬了 我要讓馬 我要讓他孕育出他天然的野性 等一下 我們現在在那個 咖啡店和隔壁 然後 想說進去裡面 勘察一下 呃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看起來就是這樣 所以 根據我們最終討論 我們的店面大概會 長得像這樣 並且呢 會在旁邊種草 然後養馬 最後 我們還要有移動式的餐車 然後餐車做成馬車造型的 而這 就是我們的咖啡店 馬飛 所以我們在那個咖啡店 啟人 我們在那邊 放棄 後 swift